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好 对我们的私房杂老将相求 有兴趣朋友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本节目是由日本CHI集团冠名赞助播出 来聊聊一个问题 这是旅美作家于时宇 在联合早报发表题为 从美日韩峰会 看中韩关系沧桑巨变 进一步分析 戴刘一营协议在地缘政治阵营化 以及中韩关系的意义 他认为这一次的首次的三国首脑峰会 的确是历史性的一步 英国BBC形容这件事是一场外交的政变 纽约时报说 这是亚洲安全局势的关键时刻 而经济学人早在8月时候 在强调了峰会地点的历史意义 尤其是罗斯湖丘吉尔在二战期间的重要的会晤 当然这场峰会惊动了整个世界整个国际 一个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实现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 这不可能的事就是日韩关系的和解 多年前曾在华盛顿负责日韩关系的一位 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学者回忆说 在老布什总统任内上 美国几乎没有办法让韩国日本两国领导人 在同一个房间里面跟美国建立面 这里面的障碍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日本的朝鲜半岛残酷的殖民统治的深刻历史记忆 这个深刻的历史记忆并没有属于时间 而在韩国人心中淡化 反而因为日本从近年来 频频为军国主义历史方案 而不断地反复地成扎唤起 所以在欧美国家的朝野 在庆祝这个史无前例的代言人峰会的时候 大家仍然担心 担心什么呢 担心是韩国日本 这两个国家能不能像当年的法国德国那样 达成真正意义的历史和解 几乎所有的报道和强调 韩日首脑都面临选举政治和选民意愿的挑战 拜登也在峰会前 恭维了日韩领袖的政治勇气 由山谋大叔导演的韩日合作 到今天很多人在问究竟能走多远 仍然有待实力的实力的考验 这当然要给北京留下了见缝插针的机会 但不管怎么说 戴维营的峰会 就是针对北京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的重组 却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 这就是一个成果 在韩国日益成熟的多元政治的环境中 这个政治出歌隐戏乐 有再大的政治勇气 也不敢冒多数选民之大不为 韩戏隐戏义政府上台以来一系列外交大动作的背后 是什么 大家可能也可以想到 是近年来韩国朝野对中国态度的变化 以至在民调中 韩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比例 居然超过了对历史树敌日本的反感 这也是中国战狼外交的辉煌的成果 那么好了 我们要体会这个巨变可以回到2002年 我们想一想日韩关系那是多恶劣 日韩两国恶性竞争韩世界足球杯的主办权 迫使国际竹联不得不允许由两国共同举办世界杯 当时纽约时报 华盛的邮报合办的欧洲国际先机论坛报 发表了一个英国专家和韩国的评论 他描述了韩日两国的历史恩怨和韩国朝野对中国的一边倒 网站还可以找到 其中一个警句 韩国持有双重标准 在韩国眼里 日本没有一件做对的事 而中国则没有一件做错的事 中韩关系那是乐落到这个程度 这还是在中国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 之前的韩国的舆情 展示了90年代初 邓小平不顾平朗的反对 而做出跟韩国建交决策的瞩目的成就 北京环球时报 今年早些时候还承认 一些韩国人 近年来屡里归坠中国的做法 年初 隐系又公开把台湾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做类比 民调显示 居然有九成的韩国人 对中国没有任何的好感 跟国际先机论坛报 以前的结论有天狼之别 这只有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则是历史一瞬间 韩国人对中国态度就发生了如此苍生巨变 尤其在年轻一代 环球时报只是简单的归咎于韩国媒体和网络的误导 这个说法不仅片面 也于事无补 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无法抑制不同的意见和舆论 再就是有国际势力操纵的阴谋论 北京官方把它用以对内对外宣传巨大的开支 其实也不遑多难 这些人花那么多钱 打个水漂 一点效果都没有 好了 何以在两国中韩两国贸易额每年以两位数上升的同时 你却不能够阻止韩国对中国的舆情如此的大幅度的大幅度的倒退呢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 韩国的民间对朝鲜的态度也出现类似的变化 曾几何时 北方政权对韩国左翼是有相当大的号召的一个影响力 从殖民时代 大批以及日本的朝鲜人的团体 更是平朗在海外最大的政治资源和金主 但是 韩国朝鲜的金氏政权 不顾国内民生灾难的先军政治 甚至宣布对韩国模拟的核攻击 使得平朗完全上市的对韩国同胞海外朝鲜人的政治和道德的权威 加深了韩国民众感受到的安全威胁 韩国民调对中国态度的变化 也直接关联到安全的威胁 宣孝一时的沙德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 这就是文化认同因素日益的浪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时代的趋势 这一点你不能够忽略 中国国家利益跟朝鲜半岛历来是密切相关 这是历史的常态 沈志华曾经根据大量的文史资料的立作 最后的天朝 毛泽东金日成和中朝关系 有很好的经典的总结 表现的中国常常是所谓的中朝存始关系 损失实际利益的一方 沈志华最后强调 中韩关系历史性的维持一个和谐 是邓小平的务实外交 这才终的结束不是现代国家的正常关系 当然这句话意味深长 人们自然希望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成就 不会再次遭到逆转 各位 其实早就已经逆转 首先第一 我们的某种意义上 日韩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 日本韩国在美国的幕后的撮合之下走到了一起 是中国在外交上一次重大的挫败 第二 邓小平务实理性外交 实际上我们说过了已经走进了历史 带而取之的是习近平倡导了斗争外交的路线 或者战狼外交的路线 这一点应该说已经没有办法根本性的逆转 就是这么玩下去了 第三 极限思维驱动之下的极端情况正在频繁地出现 惊涛骇浪势必然成为新常态 内政外交的严峻考验旋重而至 原本可以避免发生了现在都已经日渐的频密的出现 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 外交战线上最严峻的时刻 第四 日本韩国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人民 对中国产生的恶感是有争无减 固然有信息战认知战的死难 但也不尽难都是西方舆论话语权的做法 第五 外交舞台上失去的 要再重新夺回来 需要花出数倍甚至百倍的努力 也未必难能够恢复原来的状态 这是令人惋惜的结果 当然没有人愿意热见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啊 啊 啊 有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